属性很强实战却很弱的武器你知道有哪些吗 有一些武器的参数看起来确实很强 感觉也应该很厉害 但实战中使用就很弱 今天就来聊聊属性很强实战却很弱的散发武器 当属性拉满却被瞄准镜给耽误了 1.沙漠之音 沙漠之音是把伤害超高的手枪 做一把手枪伤害有71点 比全体射手步枪伤害都高 而且他换弹超快 装了弹夹后只要1.4秒 子弹出速也还可以 可实战用起来感觉就是很弱 其实一切都是出在了手感上 他的准性上跳幅度很大 稳定性也太差 导致实际用起来根本打不到人 2.S686 S686这把线弹枪有最高的伤害216点 和最快的射速 射击间隔仅为0.2秒 爆发能力极强 能在0.2秒造成432点伤害 可实战用起来感觉并不强 一切的起因就是弹容量太少了 只有两发 打完就要换弹 没有一定的瞄准水平很容易打空 因此需要长久练习才能够使用 3.云94 云94有很多非常好的属性 首先弹容量超高有8发 而且射击间隔短 只要0.97秒 配件也只需要一个 也能一枪秒杀二极头 按理来说应该很强才对 可实战确实差强人意 一切都是因为他自带的2.7倍镜 倍率实在太低了 用起来真的很难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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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